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嗨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的单元娱乐 恐怕非常难得请到 有好几年没有来到我们节目的 导演魏德胜 来谈他的台湾三部曲电影集资计划 这不是来发布你开进 不是不是 来来来要筹款 我们就从这个开始讲起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 而且是一个很绵密的 你想了有20年的怎么样一个project 可是开始到万事起头就是钱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 是钱的问题 来谈谈这整个计划的 整个资金规模 其实我们针对 单纯的针对电影这一块 我们有三部电影 三部十十集的电影 然后再加上一部动画片 还有再加一部纪录片 总共五部的话 所谓的纪录片是关于这部电影的纪录片 不是不是是关于那个时代的台湾的纪录片 也就是400年前 400年前 因为我觉得那个纪录片会很精彩 是因为台湾我们一直都很少知道台湾的开场 是一个多么商业茂盛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希望从商业贸易这个角度来诠释台湾的开场 希望用这个东西当第一个纪录片的完成 大概这样 总共资金这样需求大概45亿台币左右 45亿台币 对 连纪录片加动画 你有没有算过大概需要多少人在你的前期投入 你会比较能够顺利的完成一步接一步的工作 我每次讲到这个钱我都不太好意思 但是我会 其实我们的筹资街道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众筹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每一有四波 那每一波我们希望都至少有五万人以上的参与 这样子 那现在最期待是至少一年 每一年的投资的众筹可以达到一亿以上 这样子 对那这样子至少这样比较 你拿出去比较好看嘛 就是要去谈企业的投资 要去谈政府的资源 就是说我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的资源在支持 一波大概一亿 希望 然后有四波 而且每一波还要号召出他大概八到九倍以上的资金 吸引到 我们大致上了解这个规模之后 还有一件 还有一个我觉得不能不在一开始就点名的 那就是除了拍片之外 你还有更长期的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了Theme Park 一个主题公园 也包括了你可能更在意的就是一个世代以上的电影工作人员的培养 跟训练 磨练的机会 谈谈这两方面 其实这个想法在逐渐依照这个时间的推进的越来越规模却越来越大 本来是想说也不想让电影因为拍摄完成 然后电影上映完结束之后就全部结束 所以希望把电影的拍摄场景留下来 创造成一个园区的概念 那现在怎么让这个园区可以永久的经营呢 所以就开发出实意住行娱乐在这个空间里面 它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园区 也是影城 它也是一个艺文展演的空间 也是一个商场上的功能 对 它也是一个游乐园 它也是个度假村 它也是一个教育训练的一个场地 可以结合时代的东西通的那种教育的训练在这里这样 那现在又经过这波疫情以后 又看到电影院的逐渐四围 慢慢又会想说不行这样子还不够 可能还要再衍生有那个AIOT的这个线上的功能 并且借由这个线上的功能 看能不能也开发出一个平台 让所有台湾所培育出来这些优秀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可以以量更多的量 因为未来一定是网络的时代 你讲的是工作的量 对工作的量 利用网络这个OTD这个平台的创造 让更多的人产生很多的量 量有量才有值 对对才创造更好的品质的影视作品 创造所谓的品牌这样 这样我就要把话题再先说到 说回到跟电影的从业有关的人员 长期的这个锻炼 在赛德克巴莱以后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你就不断的呼吁说 这不只是演员跟故事 好像这个能够支援一部电影的各种人力 都希望能够透过一部较恢宏的大的片子 来奠定他锻炼的基础 我想你可以说一说这部片子所带来的冲击 以及那些人员后来又投入了哪些工作里面 我觉得赛德克巴莱是一个对台湾来讲 在影视工作的人才的培训里面是一个非常 应该说一个你可以说是压苗助长的方式 就是说这么艰困的环境 我就是一定要回到一个要产生那个能量 要不然的话没办法去应对这些工作量 这样子很快的你说我常常跟我们赛德克巴莱 一些制作第一次来拍片的摄影助理 他也许是第三个助理第二个助理 我说以后你去跟别人讲 人家问你的拍摄经验是什么 你说你拍过几部片你要说五部 哪五部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巴莱赛德克巴莱 念如此就是因为他那个量 那个制作的规模 足够你说你拍过五部片的经验 超过五部片的经验 那电影拍完之后 其实那些工作人员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之下 已经训练出一个能屈能伸的一个工作态度 所以他到李安导演来台湾拍少年拍的时候 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员都是从赛德克巴莱过去 转移过去的 对对对他们也做得很好 连李安导演都很称赞说 哇这些台湾的工作人员让他很有面子 这些工作人员在你的片子 赛德克巴莱里面跟在少年拍里面 从事的工作是一样的吗 还是说他还是有一些调整跟长进 还是有调整 因为在我们以同样的一批工作人员 在好莱坞的制作跟台湾的制作里面 最大的不一样是 台湾的制作是你要扮演万能 在好莱坞的制作里面 你要分工分到很细 反而是对他来讲 对很多的台湾的工作人员来讲 他去做好莱坞的工作之后 反而是说这个我一个人就好了 干嘛一个组 对啊后来知道为什么要一个组的原因 因为他们各自各师其职 你很难做调度 很难做调度 各组很难做调度 是 所以在台湾反而是 但是台湾的训练却让每个人成为万能 对对对 这是一个一个很奇妙的 后来好像马丁史克赛西到台湾来拍了那部沉默 对对对 可以可以谈一谈这方面 好像也运用了不少人员 对也蛮多的台湾 我们我们的工作人员 对对赛德克组的也都很多去那一组拍摄这样 不过李恩导演可能会比较了解台湾的制度跟美国的制度的差别 是 那马丁史克西斯那边可能可能比较是存好莱坞的制作方式来台湾 然后用台湾的方式 所以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差异性 当然比较台湾的工作人员他们当然是比较喜欢跟李恩导演工作 对对对 但是这批人员之后也就是说你的这三部曲还没有往下拍 好像台湾的电影这种大规模的也好 或者说能量比较足的这种资金比较足的片子比较少 那这个人员怎么办呢 还在啊他们还在 其实我们每一部片的主创人员几乎都是同一批人 只是说那些他们的助理可能一个一个都都长大了 也许都已经变师傅了 师傅都各自独立去接其他的案子的这样子 那所以每次我们新片开的时候主创主创没有变 可是下面的助理就会一直一直变动 关于影城或者商城或者刚才讲到主题公园这些 我们稍后再说回头来看台湾三部曲这部电影 他最主要的一个我们才第一时间要讨论的应该是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故事 尤其是涉及到2024年倒推回去的400年 对对 162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的背景又是什么 因为在1624年之前台湾的文史基本上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 只有遥远的东方的某一个岛上有一个岛 这样子而已没有他并没有甚至台湾在古代的欧洲的角度来看他他其实他把 曾文西跟佐水西还是大加西当成是海的一部分 他把台湾看成是三个岛 三个岛 从琉球一直延续到这里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1624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 如果说我们把所有的族群都当成一条溪流的话 原住民族或者是汉人的移民或者是外来的殖民 2024年刚好是这三条支流一起汇集到台湾的那个时间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年份 1624年 就是荷兰人来 然后很多的海当时本来就有栖息在台湾的一些汉人海盗 他慢慢的又就是因为郑之龙的原因 他被就是有点被招安 就是归纳为明朝的那个将领 那所以留了一批的海盗留在台湾帮忙盖城堡 帮忙做工甚至规划为农民 开始台湾的汉人落地生根 这些海盗落地生根 荷兰人在这边经营 然后台湾的原住民族跟这边又混合在一起 所以那是一个创造台湾新文化的一个开始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间点应该要被纪念 就不要说纪念什么 纪念这个土地 纪念这个土地上面的人 彼此在这边互相相似的那一个那一刻那一年 所以你要打造一个以1624这个数字 或者这个西元纪念为核心的一个岛的 应该说是诞生 对对对 大概是这个概念 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名词 我想可以多解释一下 那就是海盗 台湾的海盗 福建的海盗 日本的海盗 甚至荷兰人看起来 对在东方人来说 他们也是海盗 但是这个海盗形成 在这个电影里面应该 我相信是相当要紧的 台南 其实西方人到东方 西方人到这个世界 就是常常说自从 自从证明了地球是圆了以后 世界就开始混乱了 就是那个船只开始跨越海洋 开始到各个地方去 然后16 17世纪 刚好是世界上第一次大交流的一个时间 因为发现了美洲 然后欧洲的势力也到了非洲 然后大家对于东方的好奇 也到了亚洲 所以那个 我是觉得这个时代是一个很精彩的时代 再加上中国跟日本的那个索国的这个政策 让很多本来是渔民的 的一般人 是 就只能当海盗了 我靠海不吃海 我要吃什么 所以我就只能下来 明朝对于福建 浙江福建的那些渔民的管制 最主要是因为这些渔民不向明朝朝廷上税 他的渔货早在海中就已经交给了 上税是上给日本的 但是日本在当时的确是提供淡水 食物保护医疗 这个是你也没办法 所以你知道他就等于说这部片子他就牵涉到了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在互相试探或者是冲击的过程里面 对 所以他那那他是他是要以谁为核心就是应该说以三个部三部电影有三个族群 然后有三个观点就是我想说以原住民为观点就以原住民的角度来诠释这个时代 汉人的也是那个荷兰人的也是各自用各自的角度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可以把一个把一个观点讲清楚了 要不然赛德克把他讲得很辛苦就是要一部电影里面要又不想要是偏颇每一个每一个族群就想要把他那个讲得很累 所以就想干脆这次就是以一个族群一个视角去诠释 你自己要搞一个那么大的题目 当然那就是不过三部够说吗 或者说你的故事怎么安排 可以在不特别做剧透的情况之下告诉我们比较多的细节吗 还好因为就是说三部电影呢 三部电影的开场都一样 三部电影的结尾也都一样 开场都是荷兰人来了 三部电影的结尾都是郑成功来了 这样子 用三个角度 一个是从原住民一个猎路的猎人的角度来看这整个时代 一个带着灾难来到来到来到带着灾难出生的 然后到最后变成是解救原住民部落的一个一个一个角色这样子 然后另外汉人的部分我们选择的是从那个本来是跟郑之龙一起在在嘉义云林那边干海盗的 那到最后是被郑之龙留下来甚至帮荷兰人盖城堡到最后变在租土地耕种的一个叫郭怀一的一个人他为什么选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他到最后变成是一个海盗到最后是变成是台湾第一场农民革命的发起者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太精彩一个这个人的角色变化性太大了 然后荷兰这边是从一个荷兰的传教师的角度来诠释 因为他还是站在一个公司的利益跟传教的这种单纯的这种宣教的角度在压迫的这种状态之下 怎么付出他的他的努力到最后的回馈是零 怎么去取得这个平衡 他跟Mission教会有点像 但是荷兰人比较 反正你要突破Robert De Niro 就是荷兰人的荷兰人的商业系统跟葡萄牙不一样 葡萄牙或者是他们比较是比较想要传教 可是荷兰人比较想要做生意 所以传教只是辅助系统 他并不是主要的功能 在一个目前我们台湾很明显的在不管是政治或者是社会的认同 是一个建区分裂 而无法完整的去整合出一个共识 这个情况之下 要处理一个台湾之诞生这样的一个题目 你怎么去面对那些不一样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观众 而且让他们都有机会进到戏院去聆听你的故事 应该说更相反的 我反而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我觉得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族群跟族群之间 不管是你的政党 政党跟政党也是族群跟族群的概念 可是还有血统的族群是另一个概念 就不愿意互相了解 不愿意互相了解 其实互相了解以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土地上的生命共同体 为什么要这样子 所以我就很想要回到历史开头的 去让大家知道说彼此的视角是什么 你的无奈是什么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 从我们现在眼光去看 从我们现在去看当时的人的处境 我们都会得到互相释怀 互相释怀 就没有说像我这么说 比如说我在写汉人的那一部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那一部是写的最差的 三个剧本里面 那一本是写的最差的 这是第二个 对 第二个写的最差 因为什么 因为我还是带着那种汉人的原罪 就觉得说 对 这是我们是欺负人家的 我们是来剥削土地的 我怎么变成是我要替他说什么话 可是慢慢你越了解越多了以后 那个无奈感你才会知道 所以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我如果那边活得好好的 我干嘛翻山翻越这个海洋 来到这个地方讨生活 还要面对一堆会来给我猎头的 还要面对外来的殖民的政权 来给我双重剥削 三层剥削 为什么要这样子 要不是为了一口饭 谁愿意当这么奸诈的恶人 对啊 所以慢慢就觉得 我觉得弄到最后 我发现台湾本来就是一个 多元族群组合的社会 既然大家都多元族群组合在这个地方了 为什么不愿意彼此再多了解一些 对方的过去历史 然后彼此之间才有一个 比如说我不喜欢你 但是至少握手合作还可以 这样子 日本和荷兰 在这三部片子里面 是另外 我想虽然你刚刚没有提到 日本这个族群 但是它毕竟跟历史的现实 也有牵连 是 等一下我们稍后后片刻 稍后再来回到这个话题 娱乐哄啪 访问的是导演魏德胜 我们带来的话题 台湾三部曲的电影集资计划 片子有好几个国度 台湾 日本 荷兰 荷兰和日本 在这三部片子里面 还除了它是异国 一个背景之外 它应该还有文化上面的意义 或者是人文方面的意义 这么说好了 因为日本它是没有留住 它只是来这边做生意而已 它并没有在这边常住 在当时 所以它只是一个过客 对这段历史来说 日本只是一个过客 但是日本对于 就是我说在台湾驻流 这些海盗影响非常大 也就是说当时的倭寇 其实都是广东闽南 浙江广东闽南这一带的 然后就是说明朝先海进 刚刚有点明朝先海进 所以他们当海盗以后 就到就顺着那个黑潮的支流 一路到日本平户那边 平户那里 然后在那边做大 变大哥了以后 就开始往南行墙这样子 所以他们这些海盗 跟日本的文化的关联 其实还蛮深厚的 你可以想象当时的浙江 广东闽南那一带 离中央有多远 是很远 所以你说汉族的服装长怎样 我就光每次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汉族的服装长怎么样 明朝的服装长怎样 大概都知道 可是你这些偏远地方 然后甚至到海洋 跟西方人接触 跟日本接触 跟很多很多原住民 接触的这些服装 一样吗 其实我跟历史学家 讨论很多这个问题 到最后得到一个答案 就是汉人只有 只会守着两个原则 就是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所以呢 他们头发不会剪 除了这个以外 服装都是混搭的 是混搭的 是跟日本 比如说日本的盔甲 荷兰人的短裤 或者是汉人的服装 或者是原住民的腰带 或者是西方人的帽子 或什么之类 就是那是一个混搭的 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 不能说这些汉人的海盗 或者是台湾的那个时代 是受到日本或荷兰的影响 甚至原住民族的互相影响 都是很精彩的 光看想象的衣服服装 就大概知道 多元角度了 除了这个之外 荷兰可以有哪一些提供 刚刚说短裤 可是我相信还有更多 更积极跟深刻的内容 其实荷兰在当时 它还不是一个国家 它其实一直在跟西班牙 打独立战争 也还没有正式独立 打了80年的独立战争 很有趣的 当荷兰人来南部 南部福尔摩沙的时候 西班牙也找到了北部的福尔摩沙 所以他们在那边盖城堡 荷兰人在南部盖城堡 然后两边都互相和平 因为台湾本来就没有 不是一个没有人管 所以谁占了位置 然后彼此说 跟当地人说通了就好了 可是因为一个东西改变了 这个事情就是黄金 当他们在寻找那些 荷兰人在寻找金矿的时候 才发现金矿金在北部 北部又是荷兰人战 北部是西班牙 西班牙人战 所以荷兰人在台湾 打了一场独立战争 还打赢 还把西班牙赶跑 所以这蛮好玩的 因为黄金 而产生一场独立战争的反抗 我会这样问 还有一个原因是 在根据影视版的消息 日本的演员 永赖正名 会参与你们的工作 不论他所扮演的角色 重或者是轻 但至少他跟故事 好像有一条故事线是有关的 把不同的国族和地区的人 串联在一起 这个我想让你先透露一下 反正看电影的时候 大家都忘记了 你有剧透的 应该说 那时候有一个日本商人 叫冰田迷兵卫的船长 冰田迷兵卫 对 台湾在以前本来就是一个 谁都可以来买卖交易的一个地方 汉人也可以 然后外国人也可以 然后日本人也在这边交易买卖 甚至捕鱼什么都不用 都没有怎么税 荷兰人来了以后 你在那边开公司 盖城堡之后 就开始所有人来交易都要经过他 要棒蹭 然后抽税 抽多少税 那那个日本的船长就说 我比你还早来这个地方交易 为什么我要交给你那么多的税 所以他的很多的货物都被荷兰人扣留 然后那时候他又煽动了几个原住民 带去日本帮他跟他们的皇帝 那个将军 就是打小报告这样 荷兰人就很不爽 然后他又来到台湾的时候 又被反正就是为了税的问题搞不定 最后他直接冲进去那个商馆里面 绑架荷兰长官把他绑走这样 也因为这个事情 让整个台湾的荷兰人 汉人跟原住民 刚好一个时代的转换 就是因为这个事件以后 荷兰人跟一个 那个荷兰的船教士跟那个原住民的猎人 变成了交易的对 不是就是交换人质的对象 一个被交换到部落船教 然后一个被交换到那个城堡里面 这边帮帮长官送信 因为他们很会跑 就是快跑送信这样 那那个汉人的部分也因为这个事件 就刻意的 就是两边 荷兰也要打他们 然后那个当地的角头 也要攻击他们 这些海盗就直接放火 烧了整个荷兰的 就是他们的村子 稍微就逃亡 就变成一个 从一个工人变为走私客 就是整个三个族群 因为这个事件的逆转 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 对 而开展出不同族群里面 重要人物的不同人生 甚至社会的面貌也不一样 刚才你讲的这一个段落 是在首部曲火坟之区 还是二部曲金谷之海 或者是三部曲应许之地 都有发生 所以一个事情在三部片子里面 并不是一个顺时性的三部 三个角度 对 他比重大小这样子而已 但是基本上三个都会有 所以你拍一部片子 等于三个都可以用一场 也不能说 这是某几场戏而已 各自有各自的故事线 可是会有一期交集的场势不多 这个有一点意思 为什么对我而言 那就表示 如果说是一个事件 在其中一部发生 作为比较重要的影响 用比较近的镜头 可是他怎么出现在第三部 或者第一部 就是另外两部里面 我举例说 比如说我们有一场戏 那场戏我写的也蛮爽的 就蛮精彩 就是一场调形的戏 调形 就是两个水手 一黑一白 被被被被上吊 被被把被要吊死的一个戏 这样子 汉人 汉人的那个海盗被被 已经留在那个安平这边 在那边当工人了 然后那个麻豆社的猎人 第一次来来城堡这边交易 拿着鹿皮来这边 跟荷兰人做交易 那荷兰的那个传教士呢 牧师刚到 所以那个那个代替的 代理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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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卫问师 就刚好接牧师来 所以三个彼此之间 我跟就是站在三个位置 我我这个传教士在观察这个汉人 这个汉人在在想要走私 想要跟他跟他谈那个陆皮的事情 对啊这个这个原住民这些 一直在看着那些那些传教士 为什么猴猫人要吊死猴猫人呢 明明就是你为什么要吊死自己人 那一直在对这个牧师感到 就三个视角完全不一样 而且彼此都在观察的 彼此的那个不一样的人这样 这个这一场就蛮好玩的 到最后算是不了了之 可是也可以把所有人的关系 都都交代得很清楚 在刚才描述这场景的时候 我想到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好像任何一个 能够延续一部片子的吸引力 或者是魅力 那你可能那个角色 就是故事里的人 要有更长远的 在电影以外的生命 他才能在主题公园或影子里面 能够形成号召 就像Avengers 这个复仇者联盟 他就应该有一个更大的 在电影以外的吸引力 你怎么去打造这些角色 让他能够延伸到原本的电影故事里 外面 应该说我们未来这个园区里面会有很多的场景 除了场景保留以外 我们也会结合一些 比较怎么讲 就是AR结合VR 或者是那种场景的空间的那种体验冒险东西 是跟有些时候是跟电影的某些场景一样 让你去感受一下当事者是怎么的那个情况 所以电影的内容会再被职业 甚至我们还有一部动画片 动画片它发展的空间又更大了 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想说 未来的科技的进步 我能不能让游客在某一场戏里面的时候 我说我选择要演他 选这个女主角 我把你的脸变成那个女主角的脸 而且是卡通的脸 然后把这一场戏换脸给你 然后你带着这档案回家 就是这个他的爸爸是我的爸爸演的 这个女主角是我演的 这个他的妈妈也是我妈妈演的 这样 变成是我们全家人的一个东西 已经可以做得到吗 现在的技术 不难 我觉得应该不难 还不知道 我觉得不难 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之后 来谈谈动画片 达纳米 台北FM98.1 News 98 酒吧新闻台 娱乐哄啪单元 访问的是导演魏德胜 我们带来的是台湾三部曲 这个电影集资计划 第一阶段的集资 在九天之内 就好像已经达到了三千万 九天是到两千 后面比较慢一点 这个集资里面还包括了 刚才我们要 我觉得要慎重的说明 它的名称叫丰盛之城 丰盛之城主要是整个大的计划 然后我们这次的集资 是针对电影的部分而已 针对电影集资 但是丰盛之城我还想提一下 不但会作为台湾三部曲的拍摄的主场景 也会是一个结合电影院旅馆 文化体验和数位博物馆等等的设施 118公顷刚刚已经说过了 在台南 台南 台南 屋树林堂场 旁边 这样大一个地方 光是为了电影来去建构 就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 对啊 所以应该说这么大的一个计划 而且现在我们又有线上线下的问题 就是有网络的平台的问题 还有一些科技艺术的呈现 以及物联网甚至园区里面那些智能 智慧服务的那个系统的建立 是 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是已经超越我的能力太多太多了 因为我觉得越到最后 我只能做一个判断谁是个角色 让他去做 让他去做他专场的那个部分 然后现在的经过一两年 慢慢的组合越来越明确 然后就是那种单纯想要完成这个事情的人 也一个一个出现了 大家有财务的专业的 营运专业的 还有物联网那一块专业的 智能科技那一块专业的 就是还有我当然是我是属于电影方面的 如果这个东西可以彼此有个串联 变成是一个大的经营概念来做的话 我觉得善良的人有时候会吸引更多善良的人 来做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样 是 园区会分为荷兰殖民市镇 汉人的伊肯的聚落 还有希拉雅的部落和海盗村 对对对 这些都需要比较细腻的 就是实际的这种考证工作 那你怎么去结合这些人力 去帮助你打造出一个不离谱的历史场景 因为营运归营运 建造一个主题公园是一个事情 可是历史的考证这一块 其实从我们这个计划开始在运作的时候 差不多三年前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有跟中研院的很多的学者 甚至有考古学的 有台史所的 也有那个语言学的 然后地理环境的 什么都已经有很深入的讨论一些 该怎么做 怎么做才的 甚至植物学家 很多很复杂的人加入他们的意见 然后彼此说服彼此妥协 到最后才有这个远区的这个概念 是你刚刚提到了植物 这也是我觉得整个计划里面 我在纸面上看文字 我就很惊呆了 那就是说你要恢复 1624年在台湾南部的很多 很大一片区域的植被 可以更细节的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因为蔚来渊源区里面有一些 因为他现在有 政府在开发这个事情上面都有规定 你30%一定要做保育绿地 保育绿地 然后甚至连一个 一个那个园区的那个致红尺也要保留 那我觉得这样就刚好 30%的绿地结合那个致红尺的那个概念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把他 这30% 当然不可能全部 这30% 我们就把他回复到 那个时代该有的那个样貌 山林 对 那个竹子应该说各种植物 各种植物在包括水上的生物 甚至放养一些 一些那个台湾特有的一些动物 或者是什么 就是昆虫也好 富裕一些有趣的东西 让这个地方变成是 一个热闹的城镇的旁边 有一个原始的原始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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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森林的植被的这种这种概念 这样我觉得不能开发的地方 虽然有30% 可是我们能不能创造这30%的新鲜感 对对对 片子应该有非常多比较戏剧性的情节 包括战争 对 或者是打斗 或者就是这种大的场景 在控制场景和去运用人力上 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盘算吗 我们这次 应该说这两天 这两天我们很多大景地拍摄 还有那个我们那个法国的特效团队来台湾 刚好隔离完毕 在讨论 那个很多电影里面的一些很难的场面的时候 我发现我自己 我自己真正第一次 第一次真的坐下来一个镜头 我一个镜头去面对他这样子 才发现我们真是超级难搞的 有鹿 有牛 有云豹 有百步蛇 猴子 还有那个脏 那时候有牙齿那种像鹿这样的脏 还有金鱼 还有什么 一大堆狗 猪 这次都要演戏的 不是说放在那边没事干的 甚至那个牛 我觉得里面路都好解决 路我们当然就是拍素材 就是列路 大规模的列路 成千的路群奔跑追猎 成千的路你都可以掌握得到 当然要电脑解决 就是拍素材来合 然后怎么把那个产面做出来 可是最难是牛 牛是长脚的 可是当时的汉人是骑牛的 甚至发起那个农民革命的时候 是拿刀 拿那个 拿镰刀 拿菜刀 绑竹竹竿 或是拿大刀这样子砍杀 然后是骑在牛背上追的 甚至在牛车上放火 让牛紧张往前冲 然后他们就制造混乱的 那怎么拍啊 我在想 甚至以前的农业的 以前那个农田的娱乐 是飙牛 就是骑牛比赛 看谁跑得快之类的 那种东西 牛是有脚的 万一摔下来 或是被他顶到 或是被他踩到的话 演员就没了 我很担心啊 所以这个问题 到现在还没被解决 路解决了 东都解决了 就牛我还没解决 我不知道牛怎么办 你刚提到的猴子跟鲸鱼 我猜想也不是太容易的事 对不对 那个素材可以解决 至少跟人没有直接接触 回到400年 那是大航海时代 开启了大概 110到130年左右 这毕竟是一个充满着这个历史性的悬疑的题材 那么他还 我在想象中你在拍完了片子或者上映完了 这些可能你刚刚讲的问题都解决了之后 这个影城他必须具备的商品和博物馆所具备的陈列品 究竟是一个电影导向的 也就是说展示电影工业的成就的 还是回到希拉雅族的某些历史的现场 看起来这是两套东西 我相信 参与募资的那些 你的粉丝应该也有兴趣 应该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全面式的 一个是包括电影的IP的不断的衍生开发的商品 或者是那个时代的氛围 因为这个时代氛围所开发出来的商品跟游乐方式之外 其实重点是它整个外观虽然是17世纪的台湾的样子 可是它的就应该这么想说 我们假设我们去想象我们去威尼斯 想象我们去罗马的旧城区古城那边的话 全世界最流行的最顶端的流行商品的商店 是在旧城区里面 可是你有觉得违和感吗 没有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外观的不动之下 里面的商业活动 或者是一些新的活动的策划 都可以走向流行化是没关系的 反而是让这个地方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一个地方 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剧院 有电影院 有商城 然后有住宿的地方 可是你是在一个旧城的氛围里 对 今天魏德胜 我们带来了台湾三部曲 以及丰盛之城的整个计划 我除了祝他成功之外 还想讲 我猜想他一定想号召更多的年轻人 对于台湾的电影 以及历史 要回到原初的那个心情 来继续 是吧 感谢你 谢谢 谢谢